一样的处境 一样的耶稣 Crossfate Podcast 给出去 因为世界太多骗子了 远则诈骗集团 尽则亲朋好友 因此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启动自我防卫的机制 也就这样成了一种习惯 当我们面对上帝在奉献上的吩咐 教导 甚至主的呼召时 第一个反应便是抗拒 反复地问 真的需要这样吗 没有别的方式吗 为何会感到如此紧张呢 因为说到奉献这回事嘛 定是包括了金钱 才华 时间 精神 若是要给主奉献的话 更可能是一切 所有 毫无保留的线上呢 所以啊 有人形容 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 要献身为主用 是不难的 Because we have nothing to lose 相反的 一旦拥有了婚姻 金钱 物质 房子 包括所经营的事业正财源滚滚来的时候 要放下手里抓紧的 回应主的护照也就更难了 学妹 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呢 久而久之 我们就会有更多的理由 说服自己将那十分之一的奉献收起来 可用作更容神一人的世上啊 无可否认 这不是件坏事 但也不是上帝的意思啊 再说 只怕我们心是这么想的 行出来却由不得自己啊 对吧 罗马书七章十八到二十五节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因为励志行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故此 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我觉得有个律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 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 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掳去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这样看来 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 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哇哦 而熟能详的一段经文 此时此刻再看一遍 别有一番震撼啊 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都很爱主 只是我们的肉体 在这世界的大染缸浸泡太久了 以致我们都习惯了世人的生存哲学 人不畏及 天诛地灭 因此 作为基督徒最苦的莫过于 明明知道该顺服 顺从主的话语 偏偏肉体却不听话 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 把最好的献给主 被主重用的良机啊 所以保罗透过自身的领悟与精力 劝导我们 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从里到外 都要全然地认定复活的主基督 这样他就能救我们脱离这捆绑 而具体上又该如何斟酌呢 其实啊 只要把决定放在 或荣耀神 或使人跌倒 或对主诚实 或被撒旦利用的风险上 以真理作为衡量 我们便可以清晰地找到最佳的答案 奉献无遗了 阿们 欢迎回到十日假新星播客 Crossfade Podcast 您正在收听的是 一样的处境 一样的耶稣 说到奉献 基督徒总离不开 每个主日的金钱奉献 弟兄姐妹可以发现到 九成带领奉献祷告的信徒 都有个矛盾的内容 那就是 猪啊 现在我们要献上 一点点的金钱 求你约纳 祝福那些 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 对吧 这番祷告看似谦卑含蓄 然而更像吝啬小气呢 不是吗 弟兄姐妹 你看看嘛 我们常亲口承认 无论顺境逆境 上帝都无微不至的眷顾 更包括了今天挣钱的能力 也是上帝所赐 即使如此大的恩典 我们又怎会只将 所赚到的大财中的 一丁点 献于神 如此不相称 不但如此 我们还厚颜地 祈愿上帝赐福呢 只将分量中 一点点小钱 奉献于主的信徒呢 无形中 我们已出卖了自己 盼以小投资 获得高回报的心态 借用奉献的举动 向主捞取好处似的 并非因感恩 而真正的甘心乐意 把最好的献给主啊 实在惭愧极了 说到这里 让圣雄想起一个 真真实实的画面 有一次在教会里 圣雄坐在一对 六十几岁的夫妻后面 做太太的 在奉献的时候 拿出一笔 满有诚意的奉献 准备献给主 这时丈夫即刻向太太解释 上帝看的是我们的心 奉献只是个心意 不必太多 一个意思就可以了 别忘了 我们的阿爸父 是很有钱的哦 哪会稀罕我们 这些小钱呢 弟兄姐妹 此人正是当地 数一数二的有钱人 亦是基督家庭的后代哦 一看 做太太的信心并不坚定 不仅没有给丈夫 正确的引导 更亲信了他的歪理 换了个小钱 投入奉献代理 当时圣雄和太太 瞪大眼睛 彼此无奈地观望 哭笑不得 还有一则笑话 主日奉献的时候 牧哲劝勉弟兄姐妹 把最好的献给上帝 不要把钱包里 最小的给上帝 把最大的奉献给主 因他是配得的 此后 一位精打细算的基督徒 每个主日就很自然的 刻意不小心的 让皮包里最大张的钞票 仅限于十块钱 哈哈哈哈 那那那那 弟兄姐妹 我并没有针对你哦 哈哈哈哈 事实上 这都是我们最真实的挣扎 对吧 其实啊 我们在奉献的心态上 应该得有所调整 否则 我们的信心就不再建立于上帝的应许 而是劳碌所赚取的金钱上了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这就是为何圣经 甚至耶稣 时不时总会提及 有关金钱奉献的观念 其实真用心良苦啊 不是因为上帝在意钱 而是我们太看重金钱了 才得再三警惕 避免我们以雄厚的财力 取代了主 所看重的真心诚意啊 弟兄姐妹 我们都有目共睹的 多少人就因为太爱钱了 把他当作质宝 才轻易地将上帝的恩惠 给抛之脑后 故此 耶稣劝我们把钱放在神的国 用于主的圣功上 如此 我们的心自然地就会常牵挂着 爱我们的天父 关心他所在意的使命 不让我们的心不在焉 众所周知 许多信徒常问 我们很会赚钱 难道不行吗 新耶稣就要一生穷困 才算忠心不成 我们虽爱钱 但也爱上帝啊 有了钱 我们就可以边服侍 边供养自己呢 不必劳烦弟兄姐妹的爱心奉献 不是很好吗 不然不然 当我们无法将金钱看为渺小时 我们也就难以单纯地回应上帝的护照 不仅放不下金钱所换来的一切好处 甚至在面对挑战时 也无法实实在在地经历上帝的引领 能力 预备 就因为我们用了钱所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的处理方式 取代了上帝的奇妙作为 这样下去 我们的金钱方式也就超越了上帝的全能和应许 更可能弄巧反招 连本带立将信仰和信心给彻底的败了 求主联名保守我们的心啊 由此可见 关键并非外在形式上的配合 而是心思意念与信仰生命里 对金钱与上帝管教的轻重程度 好比 父母努力赚钱是为了孩子有更好的将来 绝不容质疑 实际上 孩子将来的好歹 与金钱的多少 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再说 并非所有的有钱人 孩子的将来都理想 而什么才是好的定义呢 比自己更会赚钱 还是愿意奉献自己成为社会的贡献 社区的义工 这样看来 父母的引导 灌输和观念的影响更为重要 无可否认 最终也得取决于孩子的心智 而这志向绝对不由的金钱来左右 您正在收听的是 一样的处境 一样的耶稣 这里是十家新兴播客 CrossFate Podcast 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 耶稣对盈库坐着 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 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 由一个穷寡妇来 往里投了两个小钱 也就是一个大钱 耶稣叫门徒来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 比众人所投的更多 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 拿出来投在里头 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 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两文钱的寡妇 在我们信主的日子里 常被列为榜样之一 不是因为她奉献给上帝很多的钱 而是她献上的不是她剩余的 乃是用来养生的所有 也是生活中最好的一切 值得关注的是 耶稣这番话是特别像门徒所说 并非众人 换言之 就是对着你 我这些基督徒所说 并不是非信徒 不少弟兄姐妹心里想 既然上帝允许我们很会赚钱 何不借着金钱的付出 奉献荣耀神的名呢 不是也很好吗 确实如此 可别忘了 这等付出奉献等同于牺牲 也就是把钱给了出去 却不带来任何金钱上同等的回酬呢 因此我们常发现 以金钱来荣耀神的祷告不难做 然而一旦要失出去的那一刻 心里是万般挣扎 那是因为给多不舍 给少却不成正底 门心自问 我们真舍得把旅行所花的同等金额拿出来 奉主的名周济穷人吗 我们奉主的名祝福别人的分量 可有于上帝赐我们能力所赚取的相等 一旦卡在祷告与实践这两难之间 慢慢的 我们的奉献就失了爱心信心 以基督的爱为爱的见证 只成了一个心安理得的举动 只有金钱的施舍 却没有爱的能力 哎呀 实在是求主怜悯 守住我们的初心啊 一样的处境 一样的耶稣 CROSSFADE PODCAST 十架新星播客 CROSSFADE PODCAST 欢迎收听 一样的处境 一样的耶稣 儿子学校的成绩评估表上 向来都没有得分显示 只有这几个等级 供自己参考 EX Exiting Expectation 超出预期表现 ME Meeting Expectation 达到所期望的表现 AP Appreaching Expectation 接近期望的表现 NI Need Improvement 有待改进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给主奉献 为主摆上的表现 是处于哪一个等级呢 是得过且过的 AP 接近满意呢 还是我行我素 NI 需要更多的努力 又或者说 上帝说十分一 我们就把百分之十 线上达标就好了 其实啊 就世人而言 大家都有一个奋斗的心态 那就是自我突破 突破极限 想尽办法 破记录 更何况我们爱上帝的心 不是更应该追求 EX超乎预定期望的态度吗 好比上帝说 十分一 我们就努力地突破至 百分之十一 十二 甚至更多 更高 若不趁着火热的时候 线上最好的 一旦降温 金钱也好 精神也好 青春也好 通通将花到娱乐 美食 名牌 旅行等 无关上帝所重视的事上 那就太可惜了 因此 保罗在使命与信仰 生命的经历中 深深地明白 上帝的心意 原来上帝更愿意看见我们全人的摆上 将身心灵献上 为他所用 做光 做炎 做见证 荣耀上帝的名 这可说比金钱的奉献更有价值 但也是最不容易的回应 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笑发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谓神的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保罗愿我们的心思 意念要有所突破 不再以世界的价值观 标准 属世的角度 去揣摩上帝的心意 反倒要从属灵 天国 上帝爱我们的角度 去了解他的用心 不是要从我们生命中 拿走什么 而是要重用我们 成为和神心意 容神义人的器皿 Alleluia 真盼望 我们都能像保罗 一样的单纯 愿意 欣然回应上帝的护照 阿们 欢迎回到 十架星星播客 Crossfade Podcast 您正在收听的是 一样的处境 一样的耶稣 圣兄每一次看到 有条件的基督徒 大手笔的为教会 宣教基金 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奉献的时候 心里总会感到遗憾地问 唉 如果我有钱 该多好啊 弟兄姐妹 我们务必撇开 属世的观念 以钱去衡量 定义 一切属灵的价值 反之 应该从属灵的角度 去寻求 祷告主 我虽不是个赚钱的料 但我愿意被主用 主啊 我还能为你 天国 福音 教会 做些什么呢 这样 我们便可以 在不受限制 和狭隘的思维下 清晰地听见 上帝对我们 准确的护照 回想起 二十岁的时候 圣兄仅有的 也是最好的 便是当年的青春 歌声 写歌 弹点吉他的条件 当年 这些都不值钱 而圣兄自卑地向主祷告 我不如别人 但我愿意 就这样 录开了 二十一岁那一年 便给主献上 当年 唯一也最好的 才华与青春 没想到 上帝竟然不嫌弃 还愿意在 传福音的使命上 让圣兄有份 几年后 圣兄又在问主 我还可以为主 多做些什么呢 当时脑海就浮现了 增值二字 因着一个愿意的决心 主便赐下格外的智慧 耐心 恩典 能力和毅力 扩张了今日 圣兄在服饰上的条件 成就了圣兄的技术 好比录音 并后期制作工程 Mixing and Mastering 对外和对基督徒的 Podcast 网络电台 更成立了制作事工 让有条件的同工 加入 互补 完成主 放在我们当中的计划 造就生命 广传福音 散发正能量 哈利路亚 荣耀归主 这里是十日家新星播客 CrossFate Podcast 您正在收听的是 一样的处境 一样的耶稣 很多时候 作为基督徒的我们 都很狭隘 就像个无知的小孩 常常对父母呛声 每天只会要求我这样那样 你呢 你做得到吗 弟兄姐妹啊 别忘了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的上帝 早已在奉献上 为我们立了榜样 为爱我们 上帝将独生子 耶稣赐给我们 而耶稣 也因着爱的缘故 摆上自己 弃天上荣华 降生于卑微的麻草 传道的日子 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最后 甘心舍命 救赎世人 作为挽回祭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既然有了 有利的榜样 今天起 别再让金钱等 人事物 阻碍我们为主 献上最好的 愿我们一块 回应主的护照 以金钱 才华 时间 精神 并摆上生命 备主用 成为荣耀主 成就福音 建立生命的活器皿 阿们 十架新星播客 CrossFit Podcast 和你一同立下心志 一生属于主 给主献上最好的 感谢收听 一样的处境 一样的耶稣 欢迎弟兄姐妹 在下方留言 彼此勉励 互相守望 我们下一集节目 空中再会 以马内力 一样的处境 一样的耶稣 CrossFit Podcas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